记者廖雪如新竹报导 闻名国内外博物馆界的蜡像 塑像艺术家林建成 因主动卖玻璃紧急送医 不幸在今天6日凌晨0点多四次 享受80岁半世纪以来 他创作出上千个栩栩如生的蜡像作品 曾受国内许多政治 企业和宗教界人物委托制作蜡像 也为新竹建打造多个户外公共艺术 如今都将成为追忆 林建成美术工作室企划总监张晓玲 证实林老师前晚因主动卖玻璃 紧急送东元医院 在转送台大新竹医院手术 但急救后人不幸回天罚术 享受80岁张晓玲说 告别室之后将与家属讨论 准备将工作室的作品策划系列回顾展 林建成是新竹县新丰香丹林蜡像制作公司负责人 从事蜡像工作超过50年 国立艺专 现为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美术工艺科毕业的他 曾师师杨英峰 入伍期间在金门陶瓷场协助设计和烧陶 退伍后进入联合工业研究所 金工业技术研究院负责陶瓷研究工作 林建成曾说投入蜡像工作全是机缘 民国54年间香港电影导演李汉翔到台湾拍戏师 委托他为电影人物制作蜡像做宣导 当时他虽然毫无做蜡像的经验 却满怀热忱的接下工作 研发原料让蜡像的机理色则更接近常人体态 不吞色 民国60年我国退出联合国政府 委托林建成制作一系列蜡像宣传共匪暴行 在各地巡回展出 他因此获得十大杰出青年殊荣 林建成的作品遍布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比利时 纽西兰 日本 韩国等地博物馆 他把蜡像视为艺术 并认为从事蜡像制作 还需要科学的运用和扎实的美工基础 因此作品十分逼真 令观者叹为观止 用心且勇于接受挑战的林建成 与国内各博物馆多有合作经验 例如国立台湾史千文化博物馆委托他制作12公尺高的悲难耳觉雕塑 他为了让作品的透光性更好 下了一番功夫 开发出新的材料金石 金石也从此广泛地运用在蜡像创作 并成为特色 林建成曾受托为企业家王永庆张荣发 政治界的连战 李登辉 陈水扁 宗教界的星云大师 圣言法师 广心老和尚等人制作蜡像 此外 武风乡张学良文化园区的蜡像 和新车站的新型装置艺术 新风乡野战公园的水笔载兵等 也都是他的杰作 和新车站的新型装置艺术 和新车站的新型装置艺术 和新车站的新型装置艺术